小紅毛 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黑途人變,爆途人 下集 黑途人 她出事的消息 是看第二天的東方才知道 當時我手都震了 不是我害怕 而是我對她的死 很不了解 簡直可以用Holy Shit 去形容我的心情 當大家都猜測她自殺的原因 有人說 有人說她是生活不信 有人說她是遺情 有人說因為病 但竟然沒有人相信 她只是一時衝動 完全沒有意識 而害死自己 當時她的父母因為感情問題 她是在家裡 天吵夜吵 接近離婚的邊緣 她自己死後說 想死賤她爸爸 要對媽媽好些 就是因為一個這麼無聊的原因 事後 她父母因為無法面對兒子的死 還馬上離婚 因為實在無法面對對方 還記得她家裡因為她的死 搞到亂了 沒有人願意出面搞喪禮 最後拖了三個月 才草草在殯儀館出殯 那天我下午五點去到 原先不想那麼早 但好像有預感 可以見到她最後一面 我坐在靈堂的右手邊 一個人坐在前一排的位置 來的朋友奔客都不少 但都是來去匆匆 由我帶一步走入去靈堂 已經見到主角坐在地下 下面有個蒲團 屍棍那天的衣著 跟她之前上班一樣 只是沒了件外套 襲衫加細褲 黑色尖頭皮鞋 髮型依然整齊 好像剛剛剪完頭髮一樣 不過她後腦明顯開了個大洞 走的時候見到血肉模糊 我跟她對望的時候 她有點尷尬地點了一點頭 可能她想不到 我們會在這個場合見面 而且會是一個這樣的形式 她媽媽就坐在旁邊 接近金銀衣紙 雖然是基督教的儀式 但她媽媽一點都不在意 白頭人默默地對著兩大袋紙品 全晚都沒有看過人 招呼的工作 就落在堂官身上 屍棍繼續坐在蒲團上面 翹上雙腳 一直看著門口 每次見人進來 她都會很緊張地看一看 然後又有點失望地頭疼疼 她女朋友來了一陣 之後就急急地走 不知是否承受不到這個場景 到了7點左右 突然見到她爸爸在門口鬼鼠出現 好像做錯了事似的 不斷說話 我在旁邊偷聽到 戴依是勸她要對媽媽好些 不要搞到頭家傘之類的語重心腸說話 但是 So sorry 明顯 她爸爸一點都聽不到 坐在她媽媽對面的摺椅 不時脫下眼鏡 用眼鏡布去抹 我看不到 究竟她是否哭 最後坐了一個小時就走了 再過一陣 我見到屍君還坐在蒲團上 就走過去鞠躬 轉身出門 屍君起身走出來 和我一齊並肩走去電梯口 我故意放慢腳步 想和她聊聊 她問我 你知不知道今晚之後我會去哪兒 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我看著她 有點愛莫能座 只可以告訴她 一會兒就會有人帶你走 叫她不用怕 其實她看起來不多怕 只是很迷惘 我進到電梯 她繼續跟進來 站在角落 看著前面電梯的按鈕 一路自言自語地說 哎呀 我有很多事未交代 我家的鞋給誰 我把保單有沒有人跟 我還有件西裝未拿 我看著她的神情 明顯不需要我的答案 出到電梯 我在吉兒賭了一元出來 放進袋裡 然後拿一顆糖出來 放進口裡 轉著臉看著她說 傻仔 你的人生 覺不覺得這樣浪費了 她沒有回答我 依然在此自言自語 哎呀 原來我真的很想吃糖 我真的很想現在就吃 我去到門口 走幾步下樓梯 她沒有再跟著我了 只是站在門口 看著對面燒緊的紙紮同男同女 火很大 她看得入晒 講到這裡 我想跟大家講有關自殺 真的要停一停 深呼吸 想一想 當你在幾十米的高空 看著下面的馬路 居水馬龍 或者這個決心 你花了很長的時間 又或者只是幾秒就可以 但當你要高台跳水 身體逐漸傾斜 隨著雙腳離開地面的時候 在這一刻 你開始replay人生的旅程 雖然只是幾秒鐘的時間 但就足夠將這一生的畫面 重播一次 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以前種種的美好 覺得生命原來真是好可貴 原來還有N樣東西是未做 你突然睜開眼睛 跟自己說 阿媽 我真是不想死呀 但在這一刻 你才發覺 原來自己已經到了地面了